第五位 第五位 DK的攝影是一個非常推薦的攝影項目 不用什麼花費 你只要出門上間就可以開始拍攝囉 對於器材沒有任何要求 只要是可以來快門記錄影影像 都可以拿來接拍 今天我在介紹的DK非常適合用接拍的鏡頭 價格花費非常低 今天很開心拿到了新的鏡頭 就是名將的27mm非常輕便的硬角鏡 相當於全幅的40mm 也很開心能夠 我們台灣這場比賽的博士社團 DXP4可以回到這樣的有序體單鏡 那拍起來畫得怎麼樣呢 GTR提升 它的光圈縮小之後 的確畫質會慢慢的 逐步的越好一點點 從光圈2.8全開的對比 跟它的細節會比較鬆散一點點 隨著光圈逐漸縮小 從4.5.68到11.16 它的細節越來越明朗 越來越清晰 整體質感也相當的銳利喔 在光圈全開2.8的情況下 它會帶有一點明顯的暗角 這也是營造畫面氣氛的好手段 光圈縮小一點到5.6之後 整體光線非常均勻 沒有任何暗角落 然後很明銳的畫質的話 是略為縮點光圈會更加理想 光圈全開如果有準教的話 它的成像是相當令人滿意的喔 其實這次看到網路上 名將推出27mini的自動對焦鏡頭的消息 確實十分差異 尤其是它定價幾乎是原廠鏡頭的 兩顆鏡頭一顆是56 另外一顆就是27 56拍人的像 27是拍節拍 不過27這個焦段的可取代性非常大 從來沒有路走過 趁著這個機會體驗一下27拍出來的感覺 等效40這個焦段 以往我也常常使用 Panasonic餅乾鏡20mini F1.7 不管是一代二代都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這焦段其實是非常熟悉的 再一次用上這焦段 重新體會到 介於小光角跟標準鏡之間 非常平實接近人眼 舉手就可以拍攝的框景構圖 如果是富士宇原廠鏡頭的話 鏡頭的成像 還有它的做工 以及它的風格 都非常統一 具有良好的成像品質 同時呢 過度呢 是非常細膩 有點內斂的感覺 但是名將呢 它在鏡頭的很多工學特性 並沒有矯正的非常完全 雖然它的MPF 表現出來的畫面的品質 其實是蠻值得肯定的 相當具有描寫力 蠻細膩的 可是它鏡頭的暗角 其實非常深 很有老鏡頭那種鏡頭個性 有一種凝聚在畫面中央的一種視覺感 拍攝上呢 我搭配了XT3跟XT200這兩種高低階的機身來做拍攝 很明顯的XT3的對焦速非常快速 而且果斷 在拍攝的時候 不過XT3它的對焦雖然高速 如果仔細觀察畫面的話 可能五張呢 會有一張稍微沒那麼準焦 XT200在拍攝的時候 它對焦呢 是比較沒那麼果斷的 會比較花多點時間的確認 準焦率呢 也差不多 也是幾張呢 會有一兩張可能沒那麼準焦 拍完之後要再確認一下 比較安心喔 用複製相機畫面表現以後是基礎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跟相機搭起來的整個美感 雖然是複場鏡 但是我這次選了太灰的顏色來做搭配 這顏色呢 在銀色的XT3 或者是 以同樣是太灰色的XT200上面 不管是造型啊 顏色啊 看起來都是相當順眼的喔 非常具有統一的質感 而拿起來呢 它的重量只有93克 可是靜深的那種緊實 精緻的金屬質感 依然呢 也是相當的令人喜愛呢 很適合器材撫摸檔呢 沒事就拿起來轉轉光圈環啊 或者是旋轉一下金屬鏡頭 金屬的折光罩 以及轉動一下光圈環 享受那種機械操作的感受 在光圈成像方面 雖然說光圈全開 其實就已經有很不錯的細節 沒有寫力 但縮光圈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畫面會非常的紮實 細節會非常的明銳 即便是非常便宜鏡頭 它的描寫力依然不可小覷喔 一般人購買鏡頭呢 通常會有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呢 新手期會通常使用 簡單的便宜的定焦 或者是變焦鏡 來滿足一下 學習攝影的需求 第二階段呢 對於攝影的認識 廣泛了之後 會嘗試買一些 具有大範圍變焦的鏡頭 滿足對攝影各個焦段 嘗試的需求 第三階段呢 會嘗試追求成像質量跟大光圈 轉而會購買一些 比如說大三圓啊 大光圈變焦的鏡頭 而到了第四階段 掌握自己喜歡的面向之後 會將鏡頭取捨更加的細化 偏向購買 能夠拍出屬於自己特色的主題 所需要的焦段 以及光圈組合的鏡頭 大光圈的上鏡 微距鏡 超長焦 大光圈的廣角鏡 來拍星空等等 個別拍攝主題的趨時的傾向 到了第五階段呢 通常會反腐歸真 回到不在忙忙進海中搜尋呢 轉而去找 符合自己攝影的創作 以及發想 或發覺攝影美好 簡單的鏡頭 比如說 五時定焦 或者是這類接近五時定焦 這時候相機呢 就簡單的只是四肢延伸 而不是透過特化一些視覺的景象 特規鏡頭呢 來完成攝影的舉財囉 Anyway 銘匠這個廠牌 質感畫面有他們一定的 Philosophy 在鏡聲的造工上 確實不會讓人失望 同時 在畫面上 雖然光學特性 不會面面具到那樣的完美 可以看得出 在微小的缺陷之後 它有濃濃的光學特性 可以讓攝影者去講出 屬於它自己的影像故事 再加上不會讓人 有龐大壓力的定價策略 相信會有更多的攝影者 想要嘗試想看 他們家的產品 特別的地方吧 See you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